接下來的話我們來看一下 所以剛剛的話第一個輸出公式 第二個清除 第三個就是合格不合格 那這個的話呢是在VBA裡面做邏輯判斷完之後 再把結果輸出到你指定的儲存格裡面去 OK所以程式寫出來的話 就長這樣OK 那 慢慢習慣了 後面的東西等號後面的東西其實意思應該是把後面的東西放到 前面的儲存格 所以慢慢習慣 這個等於 跟你以前 了解的那個等於是不一樣的 應該是把後面的資料 賦予到前面的物件裡面去的意思 OK所以我發現之前同學比較容易卡住的地方在這裡 那上面這個是邏輯判斷 這個等於就跟下面這個等於是不一樣的用途 這個下面這個用途是把後面東西放進來 這個是真的是比較 有沒有 這個比較是意思 這個等於大於等於是說呢 他這個後面的數字 跟前面的這個資料做比較 有沒有 有沒有比 這個資料有沒有 這個就指這裡 這個資料有沒有大於等於他 如果有 那就走這邊 如果沒有 那就走這邊 有點像是那個閘門一樣 有沒有 比如說 那個什麼 你到學校的時候 有 通行證的走這邊 沒通行證走這邊 再量一次 有沒有 有True跟False 大概差不多意思 那但是如果說 還有多種可能性 像這邊是兩個通道 但是你可能有四個通道 像我們 有A B C D的話 那要如何做修改 OK 比如像這邊的話 那我要把它改成多重的話 其實你會發現 也不難 就是增加什麼 AO IF就可以了 那怎麼改 我跟各位講一下 其實 上面 如果你已經寫完 那個 兩重的話 你要改成多重 大概 注意一下 改的地方就可以了 哪個地方改 其實也不難喔 首先的話 第一個 Sup名稱改一下 成績 複製過來 你把它改成成績多重 再來的話 大於等 因為我們 一般習慣是從上面 有A B C D 上面是大於等於80 所以我就先把這個改一下 大於等於80 那這邊的話改成A就可以了 然後再來的話 這個改成什麼 改成D就可以了 可是還有B跟C怎麼辦 很簡單 很簡單嘛 你就直接在 這個的IF下方 有沒有 直接Enter 一下 然後呢 把這一行有沒有 複製一下 貼到下面之後 把它改 多一個LIF 像剛剛講過了 然後再把那個分數改成70 然後就B就可以了 有沒有 OK 其實 看起來很複雜啦 可是實際上 你可以先寫 兩重的 然後再把它改成多重 對不對 可以也沒有問題 OK 所以把它複製 然後呢 貼的話就貼到下面 貼上 然後先 加一個 其實拿這個來加也可以 AOIF 這樣子喔 因為 你的邏輯裡面只有一個頭 不能兩個頭 不能兩個一幅 下一個一定是AOIF 然後這邊改成什麼 改成70 然後這邊改成B OK OK 那C的話怎麼辦呢 一樣嘛 再把這兩行 Ctrl C 然後移到下面之後的話 Enter 然後back到前面去再貼好了 貼 因為如果你沒有back到前面去 它變成它會一直往右邊 然後 然後這邊改成60 這邊改成C OK 然後 剩下的就D啦 OK 大家有同意說 老師那我可不可以改這個L L10 我可不可以改成L 改成什麼 我如果要改 改這樣 比如L1 它什麼 小於60 這樣可不可以 其實也可以啊 只是說 太囉嗦了吧 你打一個L10就好了 你沒事幹嘛還要再判斷 所以喔 加 跟不加 結果 一樣的 只是說啦 有時候寫程式的時候 如果 可以少寫一點 你為什麼不少寫一點呢 你一定要寫那麼多嗎 對啊 所以有的時候看那個 可能有些同學喔 寫那個程式 都覺得 拉里拉扎的 所以像我的習慣 第一個我先看一下 有沒有什麼東西可以 去掉了 有可以去掉 我通通去掉了 剩下 很精簡 看起來就覺得很清爽 不然的話感覺 對像這個啦 你會發現 如果把這個拿掉的話 不是感覺 突然清爽一些些的 對不對 能夠去掉就去掉 結果一樣 但是 寫的 字數當然就不一樣 OK喔 好那這樣寫完之後喔 我們就變成 本來兩重的 就變成 多重了 未來如果你還有更多啦 你就一直寫下去就好了 反正就是這樣子 這個就是所謂的邏輯判斷喔 大概就差不多這樣子 好 那再來我們把它執行給各位看 執行 有沒有 這邊結果呢 跟這邊的會是一模一樣 所以等於是說啦 我們有點怎麼樣 把剛剛的這個邏輯 邏輯 剛剛的這個啊 這邊的這個邏輯 把它改成什麼 改成 這樣的寫法 所以有點像什麼 剛剛如果你寫成 以Sale裡面的公式 是寫這樣 橫向的 寫這麼長 那如果你寫成 VBA的話 是寫這樣 縱向的 一個是橫向的 那其實我覺得喔 好像這樣寫不見得 會比這個還簡單 有沒有 因為這個後面 很多人是漏掉刮鬍 還有刮鬍位置 搞不清楚 那這個我覺得 好像也沒有比較難 難啦 我覺得啦 寫出來結果 其實當然跑出來 會是一樣的 只是說這樣的跑 因為它丟出來 像這個是丟一堆公式 到這個儲存格 所以變成每個地方 都一堆公式 如果你大量執行的話 一定比較 沒有效率 第二個的話呢 你裡面放的東西啊 像 如果你用這個的話 丟是只有 ABCD而已 但是這個丟的話呢 它是裡面是一串公式 所以 最後的那個 檔案大小 也會比較龐大 OK喔 所以其實啦 VBA有時候 輸出的結果啊 反而會讓你的檔案 相對比較小 OK喔 所以這邊的話 做出來就只有這樣 請各位試試看 把這邊呢 再做一個練習 那我剛剛的那個 程式部分 雲端上其實也有 所以你們可以參考一下 雲端白板上面的 這個地方 大概是第3頁的地方 這一段 那待會的話呢 我們再延伸 其他的話 如果你要至中啦 或什麼 其實可以再加一些 那個 屬性 如果要至中的話啦 如果你不會 錄個聚集也可以啦 錄聚 至中的過程 先錄置聚集 也會有程式出現 但是你慢慢要 看得懂 然後要怎麼去加 OK如果可以的話以後 你錄置聚集配合VBA 那可以搭配 變出非常多的花樣 OK 那其他的話就是制定函數啦 可以把它改成Function 那比較重要的 我是覺得可以 再加上那個 儲存格的格式 什麼意思呢 就是說如果我今天希望 輸出的話 假設啦 這邊只有ABCD 這樣看起來 不夠清楚 所以 最常被用到就是說 除了ABCD之外 可不可以把那個字的顏色改一下 底色改一下 紙的粗細改一下 甚至呢 外面加個框框 讓它比較清楚一點點 有沒有 比如你要把 某些資料凸顯出來的話 那以前大部分都會用什麼 所謂的設定格式化條件 有沒有 但是設定格式條件其實蠻好用的 但是我覺得有時候還是沒有彈性 OK 那我覺得還是 習慣用那個VBA來完成 這個地方要怎麼做 待會我們再來看 所以請各位試試看 畫面呢 先還給各位 OK 所以盡量 反正搭配著使用 當然如果剛開始 你不太會用VBA 沒關係你可以寫 至少以Sale函數 總是還是 比土法煉鋼來得快很多 只是說呢 你如果利用公式來做的話 第一個啦 一串 這個公式 第二個的話呢 資金效率其實變差了 第三個就是檔案也變大了 所以如果你假如你將來希望你的 資金效率也快 檔案也不會 不斷的膨脹 不然我發現有同學常問說 老師為什麼 我的那個 Issal一跑 就跑好久 跑到快當掉了 你一看 你全部怎麼都一堆公式啊 我還蠻建議說你 不如把它改寫成VBA吧 OK 執行效率跑得也就是快很多 就不會在那邊卡卡卡卡半天 OK 所以請各位試一下 把剛剛的 合格不合格 改成 ABCD 盡量用理解的喔 不要用背的 有沒有 他很多地方都是複製來複製去啦 所以我發現我寫程式好像感覺 路易生 拉這個拉這個拉拉拉 程式又寫出來了 主要是 解決 所謂的那個什麼 資料流吧 資料 這邊要放這邊 這邊要放這邊 這邊要切割 這邊要合併 OK 這邊要換個顏色 換個底色 對不對 馬上就出現了 你要 想要凸顯的資料 馬上就一目了然 OK 所以待會我們再來看喔 如何 再利用那個邏輯判斷 凸顯 需要凸顯的那個 資料 喔